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您好 我是李诺亚 去年的第22号提案 让Doordash、Uber、Lift等共同共享经济平台 将旗下的司机送餐员归类为 Independent Contractor 独立承包商、合约工 而不是公司的雇员 无法享有公司的福利 去年爆发新冠疫情 居家隔离 不能在餐厅用餐 让Doordash一夕爆红 公司赚的荷包满满 华裔执行长徐迅身价大涨 成为湾区收入最高的执行长 一群为Doordash送餐的合约工 愤愤不平自己辛苦送餐 为公司打下江山 成就Doordash今天的成就 但是公司的营收并没有公平分配 所有获利都进了执行长的口袋 最近就有一群不满的Doordash送餐员 到执行长徐迅的家门外 举牌抗议 要求提高薪资 将小费配给制透明化 抗议的送餐员说 他们接到的客人送餐要求之后 总是竭尽所能 排除万难 为客人提供服务 无论刮风下雨 路途遥远 崎区 他们依旧使命必达 付出的时间 精力 还有汽油费 都没有获得Doordash感恩 没有得到合理的薪资 50多名送餐员和抗议代表人士 齐聚徐迅位于旧金山 Pacific Heights的住家门外 高举标语 喊口号 要求执行长分享财富 要求徐迅支付送餐员至少120%的基本工资 提供送餐员个人服务装备消毒工具 抗议当天 徐迅没有出面回应 Doordash发言人回应 送餐员的需求和意见对公司非常重要 Doordash会听取大家的声音 但是他也强调 参与抗议活动的人群 并不代表所有加州的送餐员 他说加州有90%以上的送餐员 希望继续保持独立承包商的身份 他也提到加州选民已经以压倒性的选票 表态支持第22号提案 支持共享经济平台的工作人员 维持独立合约工的身份 Doordash是由三名在Stanford大学 就读的华裔学生所创立 他们分别是徐迅、Andy Phong、Stanley Tang 徐迅在去年度成为湾区收入最高的执行长 总收入达到4亿多美元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